今天我要做的就是辣炒野菜鸡肉 红辣椒 红葱头 蒜 沙拉油下来盖 做成一个所谓的辣炒酱 那我在里面放上两样香料 这是小茴香 另外一个叫做香菜籽 其他都是东南亚很常用到的香料 看起来蛮像红咖喱 它的味道其实跟辣炒酱 就是大泡酱 其实很像 直接抓上我们的鸡脚肉 就可以放下来拌炒了 农葱下来 高丽菜下来 少汤点 酸汤其实在挥发的过程中味道会很爽 但是挥发完了一吃的时候 味道就不会那么的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也不大同态 我们放上我们的叶 其实叶的这种苦味吃起来 有一点点像青梨姜 有一点点像这种所谓的菠菜 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陷阱 接下来邱永世会加入蚝油 鱼露 糖 白胡椒粉调味 然后还会放入一个小陷阱 看得出来它是鸡肉会加上一个老抽 天色渐渐就很像猪肉 起锅前再加入小番茄丁 葱花拌炒后就能盛盘了 最后撒上腰果睡即完成 各位请吃 好 看到傻眼了 它那个真的好难 有咖哩味 那咖哩酱下去就像 对啊 很像咖哩 很咖哩 那我们怎么没吃出来 我有 肯定没有打泡酱 你们这边说你的胃很